这节是一个补充 补充一下 两个可能会引起大家 比较纠结的两个概念 就是路由和这个API 它两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及什么区别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 讲了API的一些词汇的使用 也讲了路由的一些词汇的使用 那其实这两个呢 不是那么好清晰的去 拿一个概念去界定出来 而且就每个人详细的概念定义的解释都不一样 但是大体的意思呢 我这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 这个API这个东西 它应该最核心的是 在前端和后端 或者说不同端 或者不同子系统之间 对接的一个术语 就是后端提供API给前端 或者说不同端 不同子系统之间 这个A子系统提供API给B子系统 这是一个多端之间对接的一个术语 这个API呢 它可能会包含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UIL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路由 第二点呢 是输入 第三点呢 是输出 具体这个API里面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这个我们不用去关心 比如说后端给前端提供的API 路由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些 咱们这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什么API Blog List等通过这个GET方法 GET方法再请求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对吧 这个就是个例子 然后输入是什么 输入可能是什么都不输入 也可能是输入一个 UIL参数中的一个 Keyword或者说author 然后输出呢 可能是一个 Json里面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呢 就包含了这个List返回的一个数据 对吧 这是API 路由呢 其实可以有两个理解 第一个理解就是API的一部分 第二个呢 就是后端系统内部的一个定义 就类似于我们在系统中 我们在系统中 我们分了好多个模块 比如说第一个是router 像我数比较这个地方 router完了之后 router要用controller 对吧 controller里面可能还会用到model 然后controller完了之后呢 就到这个db这个模块 也说在我们那个后端的内部呢 我们给它定义一个层次 叫路由 像这个router里面写的 我是处理这个url的 说通过post方法来处理 还有这个就是处理这个url的 通过get方法来处理 就是我们系统内部的一个定义 除了路由之外呢 可能还有一些什么controller 还有db 还有model这些层次 那如果API呢 API如果是后端对前端说到的话呢 前端只需要知道url输入和输入就行了 至于API怎么去实现 这个其实是前端不用去关心的 它是一个黑盒 对吧 怎么去实现呢 就是由后端去实现 后端实现呢 它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路由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总结一下 就这两个概念 大家没必要那么严格的 那么去score墙角的 去把这个东西给它 一定要从概念上去描述出来 这个描述不出来 所以说API和路由这两个大家理解就行 最折的一个是前端后端 或者说不同端之间对接的一个数 一个呢 是这个内部的一个模块 我们这叫模块比较好 其实就是我上面写的几个内容 这几个内容大家理解了之后呢 或者说根据我们现在学的东西 或者说接下来学的东西 能把这几个理解了 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理解完之后 这个路由和API的概念 你基本上也就清楚了 大家理解这个